看来看去整个托婴中心只有一个进出口 也是唯一的逃生出口 中心目前收拖大约45名0到2岁的婴幼儿 还有16位左右的工作人员 万一发生火警意外时该如何疏散撤离逃生呢 这是位在中山区西定市场二楼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外经营管理的西定托婴中心 有家长向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反映 只有一个逃生出口没有依照规定至少有两个出口 消防用水设备也有疑虑等问题 让邀请产发处社会处以及消防局和当地里长 以及托婴中心人员一起到现场办理会刊的市议员张炳君 也喊话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和社会处长杨玉新 是否也应该到现场关心看看该如何改善处理呢 或是赶快再寻找更适合安全的地点设置托婴中心 各个单位的解释说 目前他因为爱意是老旧建筑 也造成说他目前只能有单一出入口 可是我们最担心的是 当如果发生火灾发生的时候 这45位0到2岁的婴儿以及16岁的工作人员 该如何逃出这个现场 第一个还是要求我们的产发处 我们的西定市场的市场科 包含社会处共同来去研议 还是要尽量找出第二个出入口 然后来保障我们所有0到2岁 所有45位的婴儿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 第二个部分还是要来请社会处 来去研议更安全更宽广的舒适的位置 找出我们更适合做我们西定托婴中心 然后来让我们未来在这边 所有的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 还有婴儿都可以有个安全的托婴环境 尤其我们知道我们新的洋处长 其实对我们人情通行环境 还有我们新任的谢国良市场 都是一直想要打在一个有碍的金融城市 而他们对儿童的福利 其实安全是更加的重视 所以我在此也呼吁 不管是我们的洋处长 或者是我们谢国良市长 也希望你们有机会的时候 来到我们二楼的托婴中心 来这边现场来去看 张炳君认为这里收拖的 都是需要大人照顾0到2岁的婴幼儿 万一不幸有火警发生 如何带着婴幼儿紧急安全逃生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希望也有一位小小年纪女儿的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要将心比心重视这个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收拖饭 带着瘾子